日本政府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经过过滤并且稀释之后将会排入大海 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呢 来自日本福岛县各地的民众 此前就已经在藩城市小民邦港附近举行集会 反对政府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据组织这次集会的民间环保团体统计 福岛县内59个士兵村议会当中 有41个士兵村议会不赞成排核污水入海的方案 而其中25个表示强烈反对 16个要求日本政府慎重应对 并且提交相关意见书 日本政府也没有合作强烈议会不赞成排核污水排入大海 你知道影响会有多大吗 可以说整个太平洋都难以倖免 首先日本太平洋沿海域将受到影响 特别是福岛县周边局部水域 之后污水还会污染东海 有一家来自德国的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显示 从排放之日起 57天之内放射性物质将会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 三年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就将会遭到核污染的影响 那危害范围这么大 为什么非要排到大海呢 原因可能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核污水的储存罐容量 即将达到上限 针对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市 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监督作业的可能性增大 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去年12月曾表示 愿派遣国际监督团 长期以来福岛核电站的主营公司 东京电力公司极力淡化核污染水的危害性 东京电力公司还表示 在排放核废水的时候 会将川的浓度稀释到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 那这个标准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 饮用水标准的七分之一 然而根据此前的媒体披露 即使经过处理 污水当中也不可能只含有川 还会有其他的几十种放射性物质残留 包括碳14 孤60 还有斯90 和川不一样 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降解 并且他们很容易进入海洋沉积物 很容易被海洋生物所吸收 而这些同位素对人类是具有钱家的毒性的 同时能够以更长久和复杂的方式 影响海洋环境 碳14作为人类集体辐射剂量的主要元素 有可能损害人类的DNA 所谓货不单行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0号还透露说 福岛第一核电站当中的8.5万个集装箱里面 分别装有可燃和不可燃的瓦力 以及使用过的防护浮等 而其中大约有4000个集装箱的详细情况不清楚 此外工作人员还在集装箱保管区域外 发现了4个情况不明的集装箱 表面辐射量为每小时1.5毫吸附 那箱底底部还出现腐蚀的情况 如此危险的辐射物质 做到哪里去了呢 实在是令人担忧 感谢观看